希望多些人看 目標票房就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要看一次 哈哈哈哈 即是要來香港看 是啊 振興香港的旅遊業 大家好 我是楊衛倫 阿倫 在電影中飾演張顯忠 我是麥佩東 麥東 我也是飾演唐文琦 也是正義回娘的演員 拍攝正義回娘 我差不多200磅 我真的肥得離譜 例如我的家人 看完都會覺得 沒有頸 長期都雙下巴 不用擠 我們這部電影有很多大頭 接近整個螢幕都是我的臉 整爆的畫面 但我已經因而接受了 還有頭髮 但你見到我真的沒有理會 我豁出去了 那部電影 作為一個演員去處理角色 你一定是找他和自己有什麼相近的地方 我不英俊 又矮 這個我和原型人物 這個電影中的原型人物 其實有點像 他說有人嫌他生得矮 令他很自卑 我也是有類似的事情 找我做其實也對 他這個角色對自己的自卑不滿 但他接受不了自己 才會一步一步令到角色的演化 到最後會做了一件事 自卑變自大 我本身的人 都是會有自卑過的時間 的階段 但我幸好會找到自己屬於自己的路 也會發展到 最後我就不會想著要殺人 現在我個人還是很隨和 其實讀書的時候 就是學演戲 其實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了解自己 接受自己 因為你作為一個演員的時候 你可以用的工具就是你自己 如果你不接受自己的工具 其實你是沒得做的 他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你都要知道 你都要了解 你才可以發揮得好 演藥學院畢業出來 我遇到一些人都很疼愛我 我爸爸媽媽也很支持我 很疼愛我 唐文奇都有某個程度上 極端的姐姐對她的溺愛 而令到她有很多關注度 即是要她姐姐陪她在身邊 有點控制狂 但她又不是真的 用那種高的性格去控制你 而她就是假扮 我很慘的 她在博同情 或者用那種弱者的身份 令到大家關注她 雖然我不是假扮弱者 令大家關注我 但那種受被任的感受 和我都很接近 我們跟那兩個人有些不同 有些近似 但選擇上不同 否則真的會發生不好的事 因為我主打分屍的場口 大家都看到 我很記得那天是在唐樓拍攝的 上去途中 已經有工作人員跟我說 喂 你有任何心理準備 有很大的味道 我自己也覺得自己頂得順 沒有東西頂不順 一上去 我還未進入廚房 在走廊已經聞到那種味道 是那種味道 因為她們拍攝不會即日預備 因為預備不及 她們用了豬內臟 去扮人的內臟 很相似 她們是三天前準備 放在膠箱裡 還要放在露天 又有蓋子 日曬雨淋 一打開 那陣味是湧出來的 我形容不到那陣味是怎樣的 是一種 我拍完那幾個小時 我出來的頭髮也有那陣味 我記得拍完之後 那一天 是吃燒美飯的 我記得 我記得 阿倫開了飯 吃飯 吃不吃 我聞了一會 我立即想反胃 那一天 真的吃不下任何東西 第二天 開始慢慢吃 但那一兩個星期 我都沒有怎樣碰過肉 其實我覺得她是有一種悲哀 有一種悲哀 有一種 所謂的憤性就是 她覺得這個世界孤立 她覺得自己是世界孤立 但同時她雙輔雙成 她都推開這個世界 我覺得有一種悲哀 那段時間 我很多時候印象的心情 其實我長期處於一種悲哀的感覺 我未必看到任何東西 等車等久一點 發脾氣 不是那麼睡醒 但長期有一種 有種提不起勁 有種無力 好在我們拍攝的時候 有這種狀態 但同時間 我們真的要研究那場戲怎樣做 在這些地方上 談過戲的時候 她是會有一種動力 即是有一種動力 我自己覺得她們兩個相遇 即張顯宗和文奇 這兩個人物的相遇 她們是真心建立了友誼出來 我也覺得是 她們本身的相遇是一種互利共生 我覺得是 互相在對方身上 找到自己需要的東西 張顯宗這個角色 她長期處於一種 她覺得這個世界沒有人了解她 她亦都不能被她宣洩到她自己想認為的東西 她自己想自己是怎樣 但她遇到唐文奇的時候 她就覺得這個人可以讓我有這種出口 我好像有個小弟 我怎樣去做事 我說的東西永遠是對的 她永遠都會聽我說的 而她會感覺到她會崇拜我 張顯宗關注她 然後她需要一些依靠 譬如她在愛情上不好的 是因為她慢慢失去了一份安全感 姐姐又拍拖 又離開了她身邊 她沒有一個依靠 正正是因為 那時候張顯宗關注她 然後她就好像一個大哥哥 這樣帶著她 請她吃東西 可能是一些心靈上 令到她有個秘蔭 我也覺得裡面的底層是深厚的 如果不然你怎會跟我說 一些你家的事 沒錯 沒錯 的而且確她自己認了 也好像沒有什麼需要爭辯 只不過問題是 究竟唐文琦有沒有 真是落手殺 到最後就是 始終你沒有一個很確實的證據 證明她真的有落手 我是陪審團的話 我也不會說她有 就算我覺得她 她是不是有 我有懷疑也好 但我不會這樣 換她 是 不是那些有殺錯沒有放過 反而你寧願 是有放過也好過殺錯 我自己都在想 其實她真的沒有必要 為何要殺她爸爸媽媽 無受無怨 為何要這樣慫恿她 是不可能的 但同時也是 她一個人沒有理由殺到 我自己都打架 如果到最後 可能判的時候 我都可能好像阿倫那樣 其實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沒有一個鐵證 證明她有份殺 那就沒有辦法 一個香港的殺律 或者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就是這樣 當你未接觸這套戲之前 你看的都是 因為那時報道新聞都是一些媒體 電視 或者上網 或者是一些雜誌 報紙 很多人都沒有討論過 唐文琦的真實人物 那個角色 那個人物的東西 但到我們真的 研究這個劇本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找到很多 找到很多不同 關於她的東西 然後再發現當中的細節是怎樣 所以會看得更清楚這件事 究竟是怎樣發生 這個劇本我們一起研究 其實她老實說 只是借這宗案件的一些疑問 究竟唐文琦的角色 是否這麼簡單 她借她究竟有沒有殺 其實老實說 不是要我們去批判她有沒有殺 我們可能想去引大家去思考的一件事 一定是在人 一定是用主觀的機器去看 有時候未必是這麼簡單 裡面有很多千絲萬縷的情況發生 怎樣去判斷一件事 為之怎樣是絕對對錯 可能不是這麼簡單